上回书说到罗承 跪倒在扇雄信面前对一天发誓 这扇雄信哪 是个红脸汉子 他受不了这个 流着眼泪把老兄弟掺起来了 然后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宴 哥俩对坐饮酒 这个小罗承的嘴呀 哎呦 这一吨说 花门吊嘴就把扇雄信 弄得五眉三道的 放下这哥俩不表 咱们单说秦二爷跟程四爷 哥俩出了洛阳东门 走过关乡 拨马再往西北方向走 到了北门外大柳林 差几里地了 徐卯公带着五十个兵 游打树林里迎出来了 哎呦 秦琼一看还带着兵呢 见面彼此时里 咱不说废话了 徐卯公当然得问哪 二哥 你们哥俩怎么出来的 我怕善老五给你们找麻烦 秦琼就把经过一说 哎 徐卯公也点了点头 二哥呀 您这句话说得好啊 早晚咱们哥们弟兄 又对得起善武帝这一天 用不了多久 这洛阳是非完不可呀 徐卯公让亲兵给秦将军 成将军见礼 然后众人上马一块往下走 走着走着 秦二爷 可就疑上心了 要是奔长安应该朝正西走 走寒谷关奔铜关 怎么徐卯公带着我们往北下去了呢 三弟呀 这道走得对吗 应当望西 你怎么带着我们往北呀 二哥呀 咱们得过黄河呀 在黄河渡口 那有船接咱们 过了黄河 先奔陆州 三弟 为什么上陆州 不瞒二哥您说 秦王千岁带着五万人马 在陆州正等着迎接您呢 嘿嘿 程晓金一听心里高兴了 嘿 秦王千岁亲自出来迎接咱们 给咱们的面可真不小啊 你慢着 秦琼一伸手把程晓金拦住了 我想 秦王要是接咱们 不应当过黄河到陆州去等候 三弟呀 八成出了事了 二哥 您真聪明 我跟您实话实说 眼下大唐国确实出了娄子了 出了什么娄子了 跟您说 河东朔州 马尾县出了一员猛将 叫玉池公 他跟着定阳王刘武州造反 日抢三官夜夺拔债 大军一旦打到太原城下了 哦 我就猜着有事吧 那么徐卯公说这玉池公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这个玉池公啊 父姓玉池丹子明公 自表静态 是河东朔州 马尾县的人士 他的父亲是隋朝的官员 父姓玉池丹子明仪 当马尾县的支县 由南边呢 带着夫人 到这县了 来上任他 所以 玉池公是当地人 这静态啊 刚一落声 喝着一哭着一嗓子 跟打雷似的 他爹妈一看 这小子怎么那么黑啊 跟一块碳似的 这玉池竞怼啊 从小就大上门 这孩子挺有意思 没想到 玉池竞怼 到了五岁这年 他的母亲 患了不治之症 离开了人世 玉池竞怼的父亲 交了一好朋友 这个朋友姓乔 叫乔公山 这乔公山家住孝赶村 替官府办点事 这人人缘不错 这个孝赶村呢 就给马尾县管 这乔公山老生辈啊 也是做官的 家里称两千多情地 因为他早年丧妻 又没有蓄娶美儿美女 连个尽职尽派的人 都没有 因为他代管十几个村子 所以跟县衙们 经常有走动 有一回啊 他上山上打猎去了 没想到任口田前 他射这梅花路 这梅花路跑了呢 哎 有一个打拆的乔夫 正好过来 中了他这只剑 就中剑身亡了 这是误伤啊 玉池竟得的父亲一看啊 这件事确实不赖乔公山 两个人是朋友 又知道乔公山是好人 所以呢 这位县的老爷 就给乔公山 把这件事了了 把哭主叫了 哭主要一请地 这乔公山给了五请地 这事了了呢 乔公山就平安无事了 所以呢 这乔公山 跟境地的父亲 这交情越来越厚 两个人磕头呢 就败了把兄弟了 后来 隋朝皇帝不得民心啊 十八家反王 纷纷起誓天下大乱 这个乔公山呢 就劝这境地的父亲 兄弟呀 朝廷这么乱 我看啊 你这支线也甭当了 不如退居临下 啊 到我们那村子 找个地方忍了吧 一池一意想 这话可对呀 圣人有话 天下有道则寝 无道则隐 我呀 别跟着 躺着浑水了 所以他望上地的磁城 上边批文回来的 他就辞职不干了 带着境地 来到孝赶村 买了一所宅院 手里头 多少还有俩钱 够爷儿俩花几年呢 乔公山呢 总想把这爷儿俩 借到自己的庄园去住 乔公山 有的是地 有的是钱呢 但是 欲吃宜这人 很正牌的不干 那意思你是阔财主 你别瞧我这穷隐士 我还不巴结你 君子之交 淡如水 这才是交友之道 这境地呢 就跟乔公山 乔大爷挺熟了 长到七岁了 乔公山说得念书了吧 没想到这孩子不念 长得大脑袋 大胳膊 浑着梦漫 一看这书本 他脑子就疼 欲吃也没有办法 得了 不爱念书 将来让他习武吧 到了境地九岁 他的父亲 医病不起 乔公山拿出不少银子 请了很多的好大夫 来给治 可是 医药无效 御迟仪 要离开人世了 就跟乔公山说 老哥哥呀 谁让我得了 这要命的病呢 我看呢 你也别再请人 给我治了 这个孩子 我就托付给哥哥您了 兄弟 我家大业大 没儿没女 将来这产业是谁的 就是咱们这黑小的 境地的 你放心吧 御迟仪 拖完了后事 一口气 没缓上来 离开人世 一命呜呼了 乔公山 为兄弟 大办丧事 在校感村 找了一块 境地 命人在周围栽生树 把他的夫人的灵鹫 从原地 起出来 移到这 夫妻殡葬了 境地呀 就知道傻哭 哎 爸爸呀 我瞧不了你了 我看不见你了 我将来怎么办 乔公山 就把这孩子养起来吧 供他吃 供他穿 叫他念 说他不念 没想到啊 这境地呢 专门爱上一行 他爱上什么了 就离这个校感村 村西口 二里多地 有个镇店 叫梅龙镇 在这镇店里头 正街 露南了 有一个大铁铺 这境地呀 就爱听这打铁的声 他没事吃饱了 喝足了 就跑在这铁铺 门口瞧这打铁的 嘿嘿 有意思 有意思 他瞧着瞧着 他瞧出点门道里了 掌柜的呢 跟伙计也认识他了 这天哪 掌柜的一看 这铁烧红了 拿着大铁钳子 把这烧红的铁夹出来 往这铁针上一搁 这伙计刚要抄锤 黑的镜铁呀 蹭 他抄起把小锤来 哎 大爷 哎 大爷 哎 那个 我给您 咱俩是怎么样 这梅掌柜认识他呀 这是乔公山家中 寄养的孤儿啊 欲吃功 欲吃竟得 哎哟 那可不成啊 我这小锤点到哪 你就得砸到哪 要是砸不准呢 砸到钳子上 或者把铁砸崩了 没准就伤人 伤了你 我可受不了啊 哎 大爷 你让我试试 好好好 那你试试 你可留点神 这掌柜的点到哪 竟得这锤就下到哪啊 呵 梅掌柜心说呀 你别瞧这竟得 天天在我门口站着 可没白站呢 哎 大爷 我那铁打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呀 哎 看起来你站着 都能看出门门道道的来 哎 大爷 既然是这样 我当您徒弟 什么 我收你做徒弟 哎呦 你大爷的钱哪 你几辈子都花不完 这是卖苦力气的 你可不能学呀 哎 怎么会呢 我就爱这个 那 你得跟你大爷说去 你大爷答应了 我才能收你这徒弟呢 竟得回到家中 跟乔公山一说 乔公山心说 好赖他还爱点什么呀 学点手艺 听听话 也好啊 也省得每天在大街上跑啊 乔公山 高高兴兴拉着竞逮 到了梅龙镇 梅一家铁铺 见着掌柜他 啊 掌柜他 您要乐意收 就让我这侄儿 跟您学学手艺吧 掌柜他很高兴 这竞逮有力气 诚诚诚 您只要愿意 我就收下您这个侄儿 当我的徒弟 就这样 竞逮就开始学习打铁了 这梅掌柜老两口 梅儿子就一闺女 这闺女叫梅秀英 本来在铺子里 雇着三个伙计 这个梅掌柜 手艺非常高 他呀 并不打什么铁锹啊 铁爬里啊 铁布去 他专门打这十八班兵人 甭管什么兵人 只要你画出图形来 或者说出样子来 他准能打出来 而且非常合手 非常好使 这竞逮到了这铁铺啊 他一个人能盯三个人 再加上活又不多 掌柜呢 有了竞逮一个人 就把这仨活就给散了 等活推多的时候呢 再顾个短工也就行了 别瞧竞逮没念过书 竞逮学的打铁 学的真好 掌柜的一点 还就能点透了 赶上掌柜的有兵 或者出门 这个竞逮呀 就能涨钱 一会儿三年出师 竞逮多大了 十五了 没掌柜背地里 就跟那掌柜的商量 我说 我瞧竞逮这孩子不错呀 我想把秀英许配给他 将来呢 我干不动了呢 让他接这铁铺 怎么呢 也就算有了继承人了 那掌柜得愿意呀 是啊 静逮的大爷 哎呦 人家可是大财主 人家能乐意吗 你得跟人家商量商量 别忙 我托几位老人 去问问乔公山 没掌柜就托出 村里几位长者 到孝赶村去说亲 这乔公山一听 给静逮招亲 甭提多高兴了 求之不得的呀 就把几位没人留下吃酒 然后呢 恭恭敬敬送走了 第二天 乔公山亲自到梅龙镇 跟这梅龙镇 铁铺掌柜的老两口的商量 这件亲事就算定了 这静逮呀 傻乎乎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爷您干嘛来了 静逮呀 你这手艺学的怎么样啊 哎哎哎哎 梅掌柜挺疼我 把打兵的诀窍全都传给我了 将来我在这一行里挂头牌 静逮呀 今天我来 你听明白没有 这件事情也给你点头了 哎大爷什么事您说 梅掌柜想把姑娘梅秀英许配给你呀 嘿嘿 给我干什么呀 给你当媳妇啊 又倒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呀 哎给我找个媳妇干什么事 哎呀你这孩子呀 给你娶媳妇好 给你做饭做衣服 伺候你还能给你生孩子 传宗结代啊 你打外他打内 娶媳妇好处大了 嘿嘿大爷您说我明白了 将来我得有个小净仔 孩子呀 这你算说对了 那行 哎 姐姐还真疼我 有好吃的都留给我吃 他跟我呢 我也疼他 好家伙 就这样 乔公山请出媒人 算放了定了 然后就把这门亲事定妥了 转过年 竟得十六了 选择吉日 给竟得秀英办了喜事 好家伙 那乔公山家里有钱的 高大喜鹏 亲友们贺喜 把这姑娘有打 媒龙镇抬到 装上 抬到家中 吹吹打打 夫妻二人拜堂成亲 这小两口啊 就在 欲吃鱼留下那座宅子里 住了一个月 然后呢 又回到梅龙镇 没掌柜一家人 打铁为生 四口人了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没过两年 铁铺的掌柜的死了 要过了一年 没掌柜的也死了 惊得呀 就把这铁铺算 情手过来了 情手过来了 他可跟这掌柜的不一样 他不会做买卖 一天浑吃浑喝 如果说有人来找他 掌柜的 我想打个兵人 什么兵人 打口刀 三十两 掌柜的 三十两多点啊 闲都别说打去 我不伺候 他天天老这样 对付主顾 那人家还不走吗 就这一走 什么活都没有啊 竟得把这主顾 全都得罪了 这主顾都是老主顾 因为没掌柜 手艺好啊 好家伙 没有主顾了 这竟得放心了 每天大肉大酒 吃着喝着 他媳妇没朽营 就劝他呀 我说 你不打铁 咱们吃什么呀 来打兵人的 你都给人撅走了 你一个父导人 你还懂什么 他不单冲着媳妇 让喝多了 他对待梅朽营 是举拳就打呀 等他酒醒了 也知道打心事不对 再给媳妇赔不是 梅朽营 也对竟得没办法得了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找这样坐视山空 一个铁铺 能有多少积蓄 钱花光了 存货也没得卖了 眼看要挨饿了 这一天 竟得问他媳妇 我说咱们两口子吃什么 吃什么呀 您等等吧 什么叫等等 就是吃等等 我让你给我打酒买肉 钱呢 没钱 没钱不要紧 我回去找我大爷去 这竟得来到乔公山家里 大爷 我没钱了 没买卖 行啊 给你五十两先花去吧 我谢谢大爷 他拿着五十两回来了 交给梅朽营 还是大吃大喝 照样伤主顾 没活干 过几天钱没了 大奶奶 咱们这银子花没了没有 就生二两了 你要不跟大爷要钱去呀 你再也要吃饭 我又得让你等等了 那我找我大爷去 他老怎么要呢 乔公山并不是不愿给他 这人不务正业呀 有时候给他三十两五十两的 虽然不让他空手回来 可是乔公山总得教训教训他 时间长了 乔公山心说呀 要老赵这样 将来我死了之后 竟得他不证不正经做买卖 可怎么活呀 这天他想出主意来了 他走了 临走的时候就告诉家人 告诉你们 竟得要来了 你们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 老爷子走了 竟得还真来了 一进门 哎呀我大爷呢 少爷 您大爷呢 上南山上古寺找老和尚下棋去了 没钱了给我拿一百两 哎呦 这可不成 这得您大爷回来 老爷子不说话 我们可没钱给您 哎 那我等着 他坐这等着他饿呀 哎呦我饿了 饿了好办 因为乔公山下话了 要吃给他吃 要喝给他喝 茶七成了 酒摆上了 菜炒来了 这竟得吃饱了喝走了 哎呦你这么晚了 我大爷怎么还不回来 老爷可留话了 要是太晚了 就不回来了 山路不好走 可能就住在庙里了 嗯 再给我做顿饭 好家伙 他这顿吃 吃着吃着 他好像明白了 也搭着酒喝多了 哼 我大爷这小的 乔公山真不地道 这家人也知道他喝多了 您说 我们老爷怎么不地道 哎呦 当初我爹做支线 嗯 他打死人 是我爹给他了的事 我爹临死时候 把我托付给他 嗯 这 那乔公山 他说了 他说两家的财产 将来都由我一个人情受 我情受什么呀 没钱花了 嗯 我找他要俩前的躲着我 我竟得是个男子 很大丈夫 多嘞 酒不喝了 从今儿请我不来了 好家伙 他一伸手 吸了哗啦 就把这桌子给揍了 这些家人也不理他 竟得慌哄悠悠 出了乔家大门 回归梅龙镇 回家一叫门 这梅宿英把门开开了 你回来了 哎呀 回来了 他往炕上一躺 睡着了 梅宿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给他盖上背后 让他睡了一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 他睡醒了 酒也下去了 他坐在炕上一想不对啊 我昨天怎么骂我大爷 他也发愣 他媳妇能不问他吗 你愣什么呀 后悔了 后悔了 你后悔什么了 昨天我骂我大爷来了 这静得一小舌 他媳妇也埋怨他呀 哎呀 你呀 你说出这话来 让你大爷听得多寒心啊 不要紧 我给我大爷赔个不是人 要不然咱们还得挨个 正说到这儿 就听外边啪啪啪 有人叫门 谁叫门呢 我大爷找我骂我来了 因为静得也清楚 把所有的主顾都得罪苦了 没人来了 现在还没开门呢 有人敲门 肯定是大爷找我算账了 我骂我大爷了 你开门去 没宿应没有办法 只好出来开门 把门一开 一看外边 站着个老道 这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 须发洁白 身高在八尺开外 长得非常富泰 头上戴着酒粮道金 身上穿着八卦道场 下边是大红的中叶白袜子 两只福子里 哎呦 这脸上这好看啊 见眉朗目准头端正 四肢阔口大而有轮 手中拿着白色的马尾浮尘 我两府 善哉善哉 请问掌柜的在吗 竟得赶紧窜出来了 那么这位道长到底是谁 咱们下回再说 rä名字就知道了 咱们下回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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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洞中 伙估盈 小伙估盈 咱们下回至少